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巴子案例 那这个巴子呢是我前段时间看的一个命主的巴子 那有说的不准确的地方呢请各位评评之争 那姓名呢在这里隐藏了哈 姓名是女 年龄三十五岁 属相是虎 杨历生日是1986年12月六日八十 那英历生日是1986年冬月初五晨时 那娘们难言的是卢中火 那巴子排行呢是丙一年 己亥月假生日 勿尘时 那圆米其能量的分析日元假木得月令 那天干不得是 那地支呢同一个强盖还有一个弱盖 那日元能量偏强 那偏强的话就不洗生族和帮扶 那洗那个科学号 然后再看名字的分析 那名字里边有一个木还有两个水 所以说建议其一名 带金和火五行的字 利于这个财运和实验运的提升 那因为在这里 圆明菊他已经有三个这个财 那根据这个师傅这个讲过 这同一种五行啊 在巴子中超过三个 就不亦带这个补偿了 那称古算命 是这个420前称古评语 目前月令运不良 千辛万苦受煎熬 女生受得多苦难晚年福禄 比蜜甜 然后再看性格的分析 那性格的话我们看一下圆明菊 圆明菊的这个月珠的月令的位置 他的本器是个偏硬 天干什么又突出 那中器呢是这个笔尖 这个不入格 那综合圆明菊来看 他的这个偏材能量是非常强的 所以说以这个偏材格来论 那偏材格的话 他的这个性格特种就是为人好爽 喜欢交朋友 喜欢把好的东西与别人分享 整天想着做生意干大事 那不愿意老老实实上班 有时候呢 过于主观有些倔强 听不清别人的意见 然后同时他这个又是日作七杀 那日作七杀的这个性格特征呢 就是这个聪明伶俐 要面子执行力强 饥饿如仇 性格火爆 翻脸如翻收 然后再看他的这个欢迎家庭 那欢迎家庭的话 我们看一下圆明菊 那圆明菊月干 正才 神观赏 所以说让他在这个失欢的年龄结欢 再一个就是日元能量偏强 夫妻公和夫妻姓呢 都是喜用 能够得到老公家的帮助 再一个是这个夫妻公 逢这个隐身处 所以说这个欢迎不太幸福 那逢基年呢 为这个桃花年 那因为这个 他的这个日之 是个山 那山的陈山我会推移为是有 所以说逢基年为桃花年 再一个逢虎年 还有猴年 为欢哉年 多有这个感情不可问题发生 因为这个虎年和猴年都引动了这个 他的这个帝子的阴神 阴神冲 冲到夫妻公 然后再一个就是哈 年干 年干 为喜用 所以说有这个父亲的这个关系比较好 然后再一个是月干 为喜用 所以日元 夹几合 那合出来的呢 夹几合 合出来的是财 也是他的喜用 所以说兄弟姐妹中 也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再看这个财运的分析 那圆明节哈 正偏财都有 那三十六岁之前 是和上班都稳定收入的工作 因为在三十六岁之前 他这里哈受天干上 受月干上这个正财的影响 但他是有这个稳定收入的工作 然后三十六岁以后 进入日住的年龄段 然后受到这个十住 偏财中的影响 开始投资副业 而且这个偏财收入不测 这个晚间发达 然后再看这个身体 那身体的话哈 看他圆明菊 耿筋落了气伤 所以说这个注意大肠方面的疾病 同时这个十住的这个干支 一气的这个悟土 晚间的时候啊 对于这个脾胃方面的问题 然后再看这个子女 那子女的话 圆明菊有十神 没有上官 所以说圣明菊 他的纪律大 然后十住干支一气 为喜用 这个所以说子女贤孝 啊 且这个有这个商业头脑 啊 因为这个十住干支 啊 都是偏财 再看这个行业 那日元假墓 能量偏强 而且土旺 这个火和金 为喜用的五行 啊 所以说一同事 五行为火和金的行业 如电子 电器 热餐饮 照明甜品 石油化工 还有金属制品 啊 汽车制造 钢铁液 还有这个五金产品等 啊 有利于这个财运 还有这个事业运的提升 然后再看贵人 贵人的话 他是年干 是丙火啊 日干是假木啊 所以天以贵人啊 为这个属猪 鸡牛和羊的人啊 这些人可以多结交啊 在关键时刻 能够得到这个财运 还有事业上的帮助 然后再看这个喜记 那喜记的话 是这个日元式假木啊 能量偏强 适合与官财啊 以及时尚合作啊 如与当官长钱的人 有钱的老板 以及自己的徒弟 下属等合作 那不适合啊 不适合啊 与这个笔节啊 还有营销合作求财 也就是自己同步的朋友啊 兄弟姐妹啊 啊 以及长辈等啊 容易吃亏 然后再看建议 那建议的话啊 家中可以摆放这个金属摆件 然后挂这个日出图等啊 多穿这个红色 还有白色的这个衣服啊 山上配的金属 或者红八道的这个吊坠啊 手链等视频啊 有利于提升台运和实验运 然后再看这个2021年的这个流月啊 运程开期 那首先看一月份啊 一月份的话是耿银月 那流月干耿金啊 为气场 指这个荧幕里边藏了这个笔尖 石神还有片台 那银山冲啊 这个夫妻公众 所以说本月啊 注意这个夫妻啊 吵架发嘴 口舌是非 然后再看二月份 那二月份的话是新卯月 那流月干新金啊 为正观 那指卯木呢 是这个劫财 那同时呢啊 这个地址里边 又是这个银卯柴 撒会木啊 劫财的这个能量啊 非常强 所以说本月要注意花销大 或者是这个破财之事 然后再看这个三月 那三月的话是任陈月 那流月干人水哈 为这个消印 那指尘土里边藏了这个偏财 劫财还有正印 啊 同时这个陈楚破 还有这个陈陈自行啊 所以说本月注意这个思想压力大 还有这个烦躁啊 失眠这个不开心之事 然后再看这个四月份 那四月份的话是鬼四月 那流月干鬼水哈是正印 然后指这个四火啊 藏了这个石神片材还有七杀 然后这个四海冲啊 消神多时 所以说本月有这个夫妻被夺之事啊 容易导致这个郁闷不开心啊 这个问题发生 然后再看五月份 那五月份的话是甲五月 那刘月干啥 甲目是笔尖 那指五火里边 还有这个商官 还有这个政裁 那本月的话啊 有这个 会有这个朋友啊 来谈合作 还有这个投资知识啊 因为这个笔尖 啊 代表这个朋友 然后这个五火里边有个商官 还有个政裁 那商官的话啊 就有这个投资 啊 合作投资 投资这个 啊 一起这个做生业创业之事啊 然后再看六月份 那六月份的话是以卫月 那刘月干乙目啊 为这个劫财 那之啊 卫图里边藏了政裁 还有商官 还有劫财 那本月的话收入会增加 因为这个卫图啊 是个政裁啊 并且有商官啊 来升度 那同时呢 这个天干上又是个 啊 以卫是个这个劫财啊 所以哈也会花销呢 哈也会比较大 然后再看七月份 那七月份啊 是丙申月 那刘月干丙火啊 为世神啊 知 申金里边藏七杀 消瘾骗财 然后山亥相害啊 山亥相害 这个 是这个藏干 风这个消沈多时啊 并且还引动了这个夫妻公啊 所以说本月要注意这个夫妻之间哈 与卫不开心之时的这个发生 然后再看八月份 那八月份的话是丁有月 刘月干啊 丁火为商官啊 知有金啊 为这个正观 那有储呢哈 有这个半合金增强了正观能量啊 本业啊 有这个管理的业务啊 这个扩大之项啊 同时这个商官客观啊 这个刘月的干支是商官客观 也需要注意这个口舌知非之事 然后再看九月份 那九月份的话是这个无虚月 那刘月干哈 这个 还有支哈 是干支一气的这个骗财啊 这个有骗财非常棒 平直这个陈虚冲啊 陈虚冲又增强了这个骗财能量 所以说本月哈 有这个意外之财的收入啊 同时这个深虚啊 深虚又加重有金啊 正观能量增强啊 有这个世界进一步扩大之项 然后再看十月份 那十月份的话是几骇月 那刘月干几土和为政财啊 地质害水里面藏了一个偏硬 还有一个笔件 那本月呢哈 枪材收入会增加 但是这个删害相害啊 删害相害 总是有害害自行啊 所以说日曼不开心之时也会增多 然后再看这个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是耿子月 那刘月干耿金啊 为切杀啊 之之水里面有个正印 同时呢 孩子的丑啊 有三会水啊 正印能量分创墙 所以说本月哈 立于这个签令合同之时啊 同时呢 也许注意这个小人作岁啊 因为这个 呃 刘月干上啊 一个七杀啊 啊 七杀这个是宇治元 甲公充啊 直接克制日元啊 七杀呢哈 有这个小人之相 所以说也需要注意这个小人作岁 然后再看十二月份 那十二月份是新丑月啊 刘月干新金啊 为正观 之仇土里面藏正财正印还有正观 那本月呢哈 有这个事业啊 啊 扩大甚至加进之相啊 这个是 财升了关啊 刮的能量非常强 那同时呢哈 立于逢这个牵手破 可能这个事情也比较多哈 事免煩躁之事啊 也需要注意 那今天的哈 这个帮子案例就给大家介绍这里啊 谢谢大家